我希望成为科技工程师 因为战乱或政治动荡逃到马来西亚的难民不计其数 巴基斯坦籍的丹尼亚只是其中一位 原本以为来马后可以跟同龄孩子一样每天上学 却因为难民身份以及经济条件 兄妹的求学路并不容易 我们必须去马来西亚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是好 孩子已经超过一年没有上学 阿罗沙好不容易打听到一所难民学校 路程却有点远 哥哥丹尼亚不怕辛苦 带着三位妹妹先是骑脚踏车再转搭公车 历经35公里为路程才能够到达学校 可以说是我在这么多年在访识的一个经济 很少数可以像看到这四位孩子那么的坚持 这么的热爱在学习的那种精神 因为付不起学费 四兄妹后来被迫停学 此期志工得知消息决定协助孩子完成心愿 雪龙慈吉志工除了安排孩子就读的那名学校 也为丹尼亚四兄妹准备上学用品 让他们可以安心上学 有了上学装备 孩子期待上学 一早便起床等待志工到来 一天上学 丹尼亚爸爸沿途陪伴 从天黑到微亮 这条上学路才正要开始 专注学习 孩子知道异乡求学不易 所以更加把握课堂上能够学习的机会 戴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